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小新 我们今天要去田里面找点螺丝 走吧 跟我去找一下吧 反正这个地方有好多 我们这边都是这种螺丝 拿这个大的就行了 哇 好多啊 这里 哇 镇子要大 这种螺丝比河里面那个稍微大一点 这个它还可以长 可以长到比两个这么大 这实际上是太多了 这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我应该拿只桶来 这是正宗的田螺 这小的又小的 吃法 小的就是炒得吃 但是大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来煮汤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田螺 都是在散步 都是大摇大摆的散步 它们没反应过来我来了 太小了我们就不能了 也要太小了 这种螺丝不像那个河里面的 这种要大的才能吃 不像河里面那种 河里面那种河螺它就比较小 就用来爆炒特别像 这种就要稍微大一点 田里面实在是太多了 看 这就是我们看看的收获 就捡那么多吧 今天晚上我们就把它炒得吃了 好了 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关注订阅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见